有看到嗎 師傅他真的在我的前面幫我按對 然後我的頭就在後面 你才太好久了嗎 他現在在幫我按大腿 可是他的手指會直接滑到的大腿 最最最最根部那個地方 大概應該小心啊 None Spa 開箱領先在胡志明市叢林裡 高級感同肢按摩 我喜歡這位師傅 他本人比照片好看 大概50倍左右 我在想的話 我問他到底是不是頭 真沒想到我的頭 竟然會在他的 怎麼辦 會覺得好像有一種戀愛的感覺 會讓你按就有戀愛的感覺 None Spa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智 我是晨晨 歡迎收看今天的 今日外出週 來到大家最期待的一集 沒錯 我們這次的同肢按摩系列 來到了哪裡呢 不知名是 None Spa 你們大家看的這一集 真的要存著感恩的心 真的要心存善念 店家接洽的時候 躲店家他們是完全 直接retire我們 不願意拍攝 我們有在想說是因為 不同國家不同文化風俗民情的關係 我們真的很感謝None Spa 可以提供我們拍攝 而且老闆非常的友善 給我們很大的空間 分享給所有的人 他旁邊這個小小的門 就很像通往愛麗絲仙境那種感覺 有沒有 來來來 哇塞 天哪 我以為我來到了一個熱帶雨林耶 很不像按摩店耶 我會在這裡看到什麼 小精靈之類的嗎 穿梭在叢林裡 但你知道嗎 其實叢林也跟慾望等有關係的喔 怎麼說 因為在叢林裡如果下了雨 人的慾望非常的大 這是真的 真的嗎 有此理說 進來你就會感受到這裡綠陽 就會讓你整個人很relax 那我們現在進入的是大廳 哇 超美的 空氣中還放著 肉桂的香氣 然後輕盈雲 你就會覺得很棒 首先先進來呢 我們第一關進來庭治小達 就是一定要先 換衣服 對 運用著一些自然花 投起來不會太亮 但是呢 又有一種神秘的氛圍 脫完鞋子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來到 林浴間 連林浴間也這麼美啊 超美的 很像是什麼 飯店之類的 超通的 不太開放的這種 整個很像巴黎島的Vina耶 很漂亮耶 而且我好喜歡它的配色喔 它用這種橘黃色跟這種均綠色 弄起來好有質量 林浴間的設計啊 還是什麼 別的都不屬飯店 但是還沒有完 他們的公司其實還有很多喔 他們裡面啊 竟然有一個中庭 是整個對外開放 而且這邊有飲料 你們都可以隨便喝喔 太扯了吧 我覺得它很像是 摩洛格式的那種 平原風格 我覺得這邊好像植物園啊 對啊 很不像SPA耶 而且它很貼心喔 它雖然有自然的採光 可是它不會讓你太熱 可以用一些遮陽的設備 很優塞的 享受桑拿按摩後的失望 那意思是說它是精品級的桑拿耶 這裡不但是獨棟的豪宅之外呢 它還有自己的庭院 超強 這個直接完勝耶 帶大家更深入境地囉 哇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不是很漂亮 它這個樓梯真的我很愛耶 就跟我們昨天在胡志明美術館一樣的那種模式 應該也是老宅改建 漂亮喔 經理跟我們講說 上來這邊全部都是private rooms 就是VIP rooms 就一個人一撿 剛好這邊有一間private room 沒有人使用 可以進去拍一下 哇來看一下 天啊 這根本就是一個小型的套房 它是有洗手台 然後左邊是浴室 右邊是房間 它的房間很滿滿耶 直接拿來看 這個生活外的很像很像水床 對好美喔 他們說的做泰式的地方 你是說有點像泰國瑜嗎 但是你知道嗎 會有點尷尬的事情 因為對面是一個小學 然後海桶的洗小聲 但是這邊卻在進行 所以就會覺得 啊好重複喔 一直在拿來拿去 好那我現在準備 要按摩的 這一家的師傅會比較神秘一點 我還是會盡量補作業 大家看啦 那這邊呢有別於曼谷的按摩 單一間的落地床 只是說 可能因為我要拍攝 所以他們沒有落進 喔 師傅在幫我脫褲子 我給大家快速room tour一下 它其實呢 有一個浴缸 有沒有 很厲害 我現在是全裸 被一條綠色的毯子 燃住 我今天 在裡面 來 喔 師傅現在一直在轉光我的屁股 因為它不能落地 我就跟大家敘述一下 它的外型 它的外型是 有點 紅扎形啦 頭髮短短的刺尾頭 白紅的龍眉大眼 要幹目次後可能三十幾歲 是熟奶型 我覺得不會超過四十歲 就是讓人家會用安心感的帶成熟奶 哇 這個師傅按摩手機非常的厲害 他 他整個就是用他的大大的手掌 這個包子 壓得很 徹底 那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師傅是 同志還是直男 他們也有他們員工的製品 是穿著短褲跟一個 白T的背心 那我剛在選師傅的時候 這家的好像不是胭脂取身 我就隨便挑了一個 但是 我選這位師傅 我其實覺得他本人比照片好看 大概 一十倍左右 看這屏的包廂啦 是 完全隔音的 所以你根本聽不到外線 就是只有你跟按摩線 然後音樂是這樣子的 接下來 洆洆發生了一個很神奇的知識 天啊 大家有看到嗎 師傅他站著 在我的前面幫我按背 然後我的頭就在後面這樣 實在太好笑了 他現在在幫我按一大腿 對可是他的手指會直接滑到的大腿 最最最最最最根骨 那個地方 當然應該只能是哪 一點點強 有多的成分在 可以嗎 還在幫我按摩 西部裡面的去到 我覺得很棒耶 很舒服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拍到你們 大家想要看的畫面 但是我盡量為他蒙福利 好嗎 相信我 我應該可以 他的身材不是那種練得很爽的 但是就是蠻精實 他現在在用拳頭轉我的屁股 很特別 軟 他的力道真的很大 你頭超 雖然瘦龜瘦 但他很有力 我這樣往死裡按 你超 超有力 沒想到我也發生了這個很逼機的畫面 師傅在我的頭上面 前後前後的幫我按背 然後因為我是仰腳拍 所以他就故意把頭撇上去 或許是因為他真的很害羞吧 我不曉得 有 證明他 就一定都很期待 是周透視 然後會不斷的 到我的 那邊 有種被挑逗的感覺 但是 整體感覺就是 他其實就是 在按摩 這樣整個 已經有點違反了 因為他現在正面好按 可是他的手一直呼籲到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健康的 有微微看到師傅的 長相嗎 我覺得他還蠻帥的 比照片算了大概五十倍 剛剛前面有講 所以我覺得 有點害羞 而且他是很白的越南人 其實大家 印象中的那種 完全不是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在拍攝的關係 這個房間還蠻亮 因為他們有 把窗戶拉起來 所以 挑逗的部分 目前是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我發現越南人好像 很不想上鏡頭 所以他故意戴口罩 他們好像會 蠻怕或者是害羞 也是目前為止 就是 真的是認真在按摩 大家有看到 他的眼睛 還蠻帥的 但是很流鬼的是 就是他在按摩的 大腿的正面 但是 他把毛巾整個 翻到 我的肚臍上 等於說我下面 整個就是 直接面對到 就整個他都看到 小哥剛說 他28歲 我叫他猜我幾歲 他說 38 我跟他說 如果 我講穿應該會嚇到 我發現 小哥好像 對我好像戒心 就是我現在拍到他 其實好像 也 不太會說 必盡頭 他就讓我拍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 那個衣服什麼 所以 還好 我在想玩 問他到底是什麼同志 你們大家覺得 我要問嗎 現在開始要投票 他笑容還蠻好看的 因為 他剛剛有脫下的口罩 給我看 電影的妹妹 照片看起來還好 所以他已經簡直宣到寶 我不知道是因為 我剛剛在想起 他 好像 不敢怎麼樣 他覺得 比他還蠻害羞 怎麼辦 我覺得好像 有種戀愛的感覺 然後我也覺得不太誇張 不知道是不是 在那裡心臟 他跟我 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我們在Long Star Long Star 不想停是不是 按到不想停 對啊 比那個曼谷豪華版 還要更厲害 因為你的師父 有給你什麼驚喜嗎 他很羞澀 勉腆 其實都知道我們全程都在拍 整個光都是透鏡 也沒有特別幹嘛 就是頂多就是滑過你的改變 按摩技術 沒話講 這個按得很好 以曼谷的還會按 不過我覺得他的附加價值 就是他的公用設施 像是含浪 等於說你按完膜之後 你還可以出來這邊泡泡招 對他都是很Chill的 坐在那個庭院裡面 他是以前非常有質感的 你說他是同志情慾按摩 我覺得沒有到情慾 你那個蠻帥的 對我那個很帥 眼睛電到 我真的那時候翻證 沒有跟他對看 然後就想在那邊一直笑 奇怪是因為彈了一次臉 不弄了不弄了不弄了 而且我跟你講 幾號23 對我跟你講喔 我們剛剛尋好的時候 然後徐澆就說 我可以跟你換 我就說我不要 我才不要 因為我的那個按摩師的話呢 跟照片幾乎沒有差別 就是小胡家帥哥 不要看他這樣很粗暗 他就是看我會冷 他就立刻調冷氣 哪裡好像有在說 他就把我蓋一下 對我發現他們很貼心 然後我的麥放在地上沒拿 然後都說你的麥忘了拿 就是你可以享受到戀愛感 而不是只有情慾 那感謝你收看這集影片 喜歡我們這集影片的話 請記得也要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大家還想要看 我們開箱哪裡的同志按摩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努力去實現 努力的留言喔 掰掰 什麼意思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